很多小朋友呢 对吃蔬菜是非常有意见的 不懂就不吃啦 然后味道太重的不吃 颜色太深的又不吃 那很多爸妈呢 对小朋友不吃蔬菜这个问题呢 觉得非常头痛的 今天我再用气扎锅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成功的方法给大家 就是做成蔬菜Home菜 首先呢 我们要把黄甜椒 还有绿结瓜切成末 建议大家可以用厨身料理机来切 然后转 大概打成那么碎就好了 我们把蔬菜切好之后呢 我们最好把水先挤出来 因为呢 你选择的蔬菜是很多水分的话呢 烤的时候鸡蛋比较难凝固 所以挤出来等一下就会做出最完美的鸡蛋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打鸡蛋 我今天呢 准备了四颗鸡蛋 大概就够家里三个人吃啦 我们打蛋的时候呢 就尽量要用力打 把那个空气要打进去鸡蛋里面 这样子鸡蛋呢 烤完之后它会就比较蓬松 那你看到蛋白就是没有凝固的时候就OK了 接下来呢 我们把盐巴 还有一点黑胡椒粉放进去 把它再打匀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准备去烘蛋哦 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七角瓜的专用烘烤锅刷一层油 就薄薄的这样刷一层油就好了 这样会帮助我们等一下的烘蛋 更容易脱模出来 接下来我们把刚才打碎的蔬菜 就是黄甜椒跟绿结瓜放进去 接下来呢 就把蛋液倒进去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把一些香料 我是选择巴斯里 如果大家喜欢其他的 比如说百里香啊 还是迷迭香的都可以的 然后最后呢 我就放上小番茄 小番茄呢 也是为了防止它出水 我也是把里面的纸线跳出来了 然后番茄可以铺在上面 然后看起来比较漂亮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把烘烤锅放进去 七角锅里面 风烤锅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打开开关 然后温度呢 就调成160度 时间我们再按这边 然后调成五分钟 然后再按开关 就开始了 这三一分钟的时候 我们按暂停 打开它 然后把蛋液稍微拌一下 然后让这个蛋会熟成的更均匀 时间到的时候 我们再把温度转成180度 然后提高温度可以让烘烤会烤得更金黄 时间呢就是调六分钟就够了 它已经做好了 那再来看 哇哦 金黄色的彩树烘烘烘已经做好了 非常漂亮 你们有发现 这个烘烘烘呢 是现在很流行的早午餐的人气料理 里面的材素膏纤维 然后鸡蛋又很高的蛋白质 小朋友吃呢非常健康 然后如果家里很多剩菜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成丁丁 然后就放进去烤 就不会让回任何的蔬菜了 是不是非常好的一道料理呢